当学校下午四点放学之后,不是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参加课后社团或是到安亲班补习。 根据儿福联盟最新调查,有超过三成六的偏乡孩子,放学后没有直接回家,成了在外游荡的游童。 而调查也发现,这些偏乡游童有一半以上比较缺乏自信。 小学二年级的欣欣每天放学后都不想回家,而是在附近小渔村闲晃,因为她的妈妈为了赚取稳定的生活费,到大都市找工作,把她托付给亲戚照顾。 但是亲戚阿婆年纪大,还要每天外出靠拾荒为生,到了晚上才会回家。 而正在发育的欣欣也常常因为有一餐每一餐营养不够,因此身材明显比其他同年龄孩子还要瘦小。 其实全台类似像欣欣这样的孩子还真不少。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超过三成六的偏乡孩子,放学后没有直接回家,成了偏乡游童。 其中有近一成孩子,在外游荡时间超过一小时,而且有三成七孩子,游荡时曾经被陌生人骚扰或是霸凌。 甚至还有一半以上的孩子,自己觉得长大后成绩不如都市的孩子,比较缺乏自信。 在家里没有人等待,没有人陪伴,所以这些孩子通常也会感到特别的孤单跟寂寞。 由于目前台湾偏乡校园的课后社团都是校方自筹经费或是仰赖爱心捐款,因此儿福联盟呼吁大众伸出援手踊跃捐款,让偏乡的学校有足够的经费,举办各种的课后社团或是安心活动,让孩子能无忧无虑地成长。 记者拉雪米蒋龙霞台湾报道